HELLO 大家好,歡迎收看六福村市在HELLO 動物園Online 我是雪芹,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場域 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台灣黑熊 那我們歡迎我們台灣黑熊的Keeper 劍洞 大家好,我是台灣黑熊的保育員劍洞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台灣黑熊的展場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什麼呢? 我們現在要來幫我們台灣黑熊布置他的下午茶 OK,然後大家就跟著我走吧 劍洞,我們六福村有幾隻台灣黑熊啊? 目前的話我們台灣黑熊有兩隻 一隻是800,一隻是500 他們會輪流來使用這個展場 那今天使用展場的是800 那800有什麼特徵嗎? 那800跟500區別的話呢 就是我們從外觀上可以看到 500的體型可能會比800來的大一點 然後來的圓潤一點 那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在800的下巴 它會有白色的毛 白色的毛? 對,那待會我們可以就是 比較近距離的觀察到它就是有白色的毛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就是藏食物 因為我們熊呢 它在野外其實就是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找食物 它一天的時間裡面有很多很大的部分比例 是在就是進食這個動作 那在我們圈養的環境下 其實如果沒有滿足它的這個需求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會產生一些刻板行為 或是我們不想看到的狀況 了解 那我們就是利用分段餵食的方式 或者是增加採食的難度 然後去讓它增加採食的時間 對 然後豐富化它的生活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我們台灣黑熊的日量的一部分 那我的做法的話 我通常我們一天會有上午跟下午兩餐 那我會把上午的一餐然後分成兩份 對 那在中午的時段我會再做第二次的餵食 了解 那通常的話我會把它藏在就是草叢之類的地方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洞裡面 對 讓它去找 他們就是在探索環境最多都用的是鼻子 用嗅覺的部分 對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就是它在探索一個環境的時候 它鼻子會不停的嗅紋 對 甚至它連在睡覺的時候 它鼻子都是一直在嗅紋 然後觀察周遭環境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觀察到現在就是 這個 就是木棧平台上面 然後有一堆就是樹枝啊 然後還有一些植物組成的一個 呃 我們會說像是一個碗狀的東西 對 可以看得到 對 那這東西其實 就是台灣黑熊 很特別的一個行為 那就是 呃 全世界的熊類裡面 目前只有觀察到台灣黑熊有這個行為 那它就是 會在野外 會築草 築草 對 他們會去找一些草材 然後來築草 然後在上面休息 對 很像小鳥 對啊 就是一個碗狀的這樣子 對 我剛剛有看到那顆球 那顆球是要幹嘛的 我們用浮球 然後去開幾個孔 然後改造的 那為了就是要吃到熊料 它就會想盡辦法 然後去 呃 把玩這顆球 對 然後讓食物從孔洞裡面掉出來 對 OK 那我們就 可以看一下就是 把熊料放進去的過程 好 他們每一次都會把它吃乾淨嗎 會啊 他們是 這兩隻都會 對 兩隻都會 只是 他們兩個玩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對 什麼意思啊 像八百的話 它會直接把整顆球舉起來 然後它會用眼睛去探洞 然後看裡面還有沒有熊料 所以八百比較聰明嗎 可以這樣子說 對 它比較 在我們經驗裡面 八百它比較會找方法 對 那五百的話 它比較 它比較會使用蠻力 對 或者是它比較會 花時間 它會用很多的時間 去找就是 弄這個食物這樣子 對 那八百的話 它比較會找方法 嗯 那 它現在是在挖它那個精料 對 它現在就是 用手 然後去把球抬起來 然後嘗試去把 就是球裡面的精料 用舌頭 然後把它掏出來 它們這種掉下去的精料 它等一下掏 掏完發現裡面沒有的話 它會繼續撿 然後把它吃掉 你說掉落在地面 對 你看 像現在它就是在撿 掉落在地上的精料 好可愛喔 但是所有的黑熊都有它身上的那個V嗎 對 嗯 應該說 所有的亞洲黑熊 亞洲黑熊 對 都會在胸口有這個V字 對 好今天謝謝劍動物 替我們帶來詳細的台灣黑熊解說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